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丽的客家庄美濃 今天要介紹的民宿男主人 是一個很帥氣的Button 哇 這一集根本就是 用我量身打造的啊 趕快來去找我的小孫囉 佑佑 哈囉 大家好 嗨 你好 佑佑 當初啊為什麼會想要在美濃 這裡建立我們這一間民宿啊 因為爸爸是建築師啊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建築外觀 就是以日式造型去做 那從我們美濃菸層民宿的庭院走近 其實我們又發現有一大片的草原 庭院有規劃啊 涼亭的部分 秋千的部分 下午入住的客人 他可以在庭院喝喝下午茶 大小朋友都可以在我們庭院做遊戲的工作 打造五種不同的房型 每一間都不一樣的特色 是不是可以趕快帶我去相關一下 OK 走吧 那這一間呢 是我們美濃菸層民宿 極簡工業風四人房 這個是我們小回廊的部分 那上面有不少美國英雄的海報 哇 好多喔 因為我覺得它不會退流行 感覺像自己家裡的感覺啊 那這一間呢 是我們和室的四人房 天花板的部分就用木頭的部分 這些鐵牌啊 是我去 拜託朋友幫我找的一些二手四集啊 或者網路上蒐集的 我還有發現 因為美濃就是一個客家庄 然後你們還有融入當地的客家的元素 然後枕頭這樣子 哇 老婉 你們前面上還有一整台的腳踏車耶 哇賽 買來就直接上架了 我還沒騎到耶 六龜啊 其實蠻多重機跟腳踏車的騎士 會從這邊經過 那我想要設計一個 專為他們設計一個家裡的感覺 這就是我家會設計的感覺 喲喲 我們的衛宇很大間耶 空間也很明亮 對啊 我們這裡有做了簡易的幹事分離 蓮蓬頭部分我們也用了花紗 那這一間呢 是我們台式復古風四人房 真的耶 這間好復古喔 好像阿嬤的房間耶 它有點像是以前我們古厝的感覺 嗯 這個牆呢 它是真的鑽在氣裡面 這些窗戶啊 都是我好不容易找來的 所以是從以前的舊房子這樣拆下來的嗎 對 好特別喔 真的是以前的古厝 就感覺很像是穿梭時空隧道裡面一樣 對 五六年代的感覺 五六年代 你看後面那個馬列連盟那些 影星們的合照啊 然後還有那種擺設啊 就讓人家感覺好像是回到小時候的回憶 娜娜呢 這間是我們美式工業風四人房 也是我最喜歡的房間之一喔 真的嗎 那一定要來看一下啊 那這一間呢 帶了一點工業風 然後有點美式的感覺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牆面 你摸摸看 摸摸看 它原本上面是有漆的 然後是我用撒輪機去磨 就是做一點清水磨的感覺 但是在磨的時候啊 那我不知道撒輪機是不是出了問題 爆掉 砰 然後我這邊就留了一個疤 喔 天啊 人家啊 你要看 這麼用心的老闆 真的要趕快來親自體驗一下 好不好 今天 這間就是我要入住的房間耶 好大喔 你要看 這麼大間啦 想不到啊 在美濃這麼鄉村的地方 還有這種充滿歐式鄉村的風格 它的房間啊 牆壁啊 都是鵝黃色的粉刷 感覺就是非常的溫馨耶 再來你看一下這一面牆 整個是歐美式的設計啊 坐在這邊 看著一下外面的風景 真的好舒服喔 哇 來來來 你看 這邊 這麼大張的床耶 欸 好暖喔 你看 整個可以這樣飛起來耶 今天晚上呢 這麼大 這麼舒適的床 就只有我啦啦一個人獨享了 晚安 它其實有好幾種主題 對於你沒有住過的這種套房 你會覺得有很大的就是 讓你覺得會很精彩的地方 接下來我會想要打造Villa型的民宿 所以我會在庭院的地方 做一個泳池的部分 自製的細緻的早餐 簡單的蛋啊 水果 豆漿 營養的東西 提供更多的選擇跟享受 那我們還有提供 旗山站跟美濃站的街車服務 哇 色光耶 哇 太厲害了 一般啊 通常我們都是在酒吧 才會有這種肥飆機 但是啊 我們今天是在民宿耶 怎麼還會有這樣的服務呢 那這裡呢 是我們民宿複設的餐酒館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喔 叫My House 民宿餐酒館 顧名思義就是住住我家嘛 對 那它所有裝潢的設計 就是像家裡的感覺 家裡客廳的感覺 牆壁上都是食物 就是自己的東西 都是自己的東西 全部都是自己的東西 對 那這邊有牛排 雞排 還有雜物 那搭配著五酒精飲料 果汁 然後調酒 啤酒 都是我親自家廚的 這邊的氣氛也很好 酒也很好喝 然後老闆也很帥 覺得很放鬆 看完今天的介紹 是否完全顛覆了你們原本 對美濃 鄉村淳朴的印象呢 我說人客啊 像是來到鄉下 不要再說鄉下很無聊了啦 一定要親自來這裡找幼幼 感受一下在地人的熱情 還有這裡跳脫傳統的住宿體驗喔